民数纪第36章 约瑟的后裔 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基利 他子孙中的诸族长 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 以色列人族长面前 耶和华曾吩咐我主 年纠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 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 将我们兄弟西罗非哈的产业 分给他的众女儿 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 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 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 这样我们年纠所得的产业 就要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西年 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 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 就减少了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 吩咐以色列人 约瑟支派的人说得有理 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 耶和华这样吩咐说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 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 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 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 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 要各守各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西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西罗非哈的女儿 马拉 德萨 荷拉 密加 挪阿 都嫁了他们伯熟的儿子 他们嫁入约瑟儿子 马拿西子孙的族中 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 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 和萨玛利亚各处 有虔诚的人把斯蒂法埋葬了 为他垂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 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尖里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菲利下萨玛利亚城去 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菲利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 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 望自尊大 使萨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 因他久用邪术 使他们惊奇 即至他们信了 菲利所传神国的福音 和耶稣基督的名 连男带女就受了喜 西门自己也信了 既受了喜 就常与菲利在一处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使徒在耶路撒冷 听见萨玛利亚人 领受了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约翰 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 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 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 受了喜 于是使徒 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 并有圣灵赐下 就拿钱给使徒 把这权柄也给我 叫我手按着谁 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因你想神的恩赐 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 因为在神面前 你的心不振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 祈求主 或者你心里的意念 可得赦免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 愿你们为我求主 叫你们所说的 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使徒既证明主道 而且传讲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在撒玛利亚 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有主的一个使者 对斐力说 起来 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 下加萨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 斐力就起身去了 不料 有一个埃提阿伯人 是个有大权的太监 在埃提阿伯女王 甘大鸡的手下 总管银库 她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 在车上坐着 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圣灵对斐力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斐力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斐力上车 与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经说 他像羊被迁到宰沙之地 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 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太监对斐力说 请问 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 是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别人呢 斐力就开口 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对他传讲耶稣 从水里上来 使徒行传第九章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 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瑟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瑟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啊 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 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瑟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当下 在大马瑟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主 我在这里 起来 往直街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又看见了 又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 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灵 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洗 吃过饭就健壮了 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会堂里 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 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 驳导住大马色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过了好些日子 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 他们有昼夜在城门守候 要杀他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 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 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色 怎么奉耶稣的名 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 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并与说西里尼话的犹太人 讲论辩驳 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下该撒利亚 打发他往大树去 那时犹太 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 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是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 也到了居住屡大的圣徒那里 遇见一个人 名叫以尼亚 得了瘫痪 在褥子上躺过八年 以尼亚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起来 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 繁住吕大和沙伦的人 都看见了他 就归府主 在约帕 有一个女徒 名叫大彼大 翻西里尼话 就是多家 她广行善事 多诗周记 当时 他患病而死 有人把他洗了 停在楼上 吕大 愿与约帕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 去见他 央求他说 快到我们那里去 不要单言 彼得就起身 和他们同去 到了 便有人领他上楼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 所做的礼仪外衣给他看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 就跪下祷告 转身 对着死人说 大彼大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见了彼得 便坐起来 彼得伸手 扶他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 活活地 交给他们 这事传遍了约帕 就有许多人 信了主 此后 彼得在约帕 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住了多日 诗篇第九十一篇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 捕鸟人的网罗 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 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 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城石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得见 也不怕黑夜形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 坡倒在你旁边 万人坡倒在你右边 这灾 却不得临近你 你为亲眼观看 竟恶人遭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破坏必不临近你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 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